肯定音乐可以来提升艺术和生活品质 南加州小运盛名的保尔博物馆 最近特别举办了演讲会 主题是爱的音乐主题 透过音乐家的现场表演 分享中国音乐和精彩人生 看着这位大妈轻快地吹着笛子 谁都没想到 她在多年前曾经罹患第四期癌症 就是靠着雪笛让她战胜病魔 而另外一位大男孩专注着拉折二胡 也是靠着学习乐器 走出自闭症的阴霾 这两位幸运儿都是因缘际会的 遇上知名音乐家何彬 因而改变了人生 所以她怎么通过这个乐器 来走出这个自闭症 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男生 现在已经变成大小伙子了 那这样的音乐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相信大家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 会对自己的生活和平时的习惯 也可能要做一些反思 而主办单位保尔博物馆 更邀请到中国名音乐制作人 叶云川 融合东西方音乐 来介绍中国神话故事 山海经 有三千年文化的古琴 但同时还有大体型乐队 这样一个融合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它的体材 可能很多取材于中国 但它的表达方式 是用中国的音乐的手段 和西方的音乐手段 以及很多国家的音乐手段 融合在一起 两位资深音乐人表示 音乐能改变人生 并鼓励家长培养孩子 对音乐的兴趣 而这个学习过程 将为孩子的人生 带来正面的影响 东新闻音红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